主席各位同仁,本院委员陈碧涵等25人提案,有鉴于数位学习已经成为世界教育趋势,它不但可以改善资讯落差,培养学生自主学习,更可以改善偏远地区私自不足等功能,因此将无线网络延伸至偏远乡镇的学校与家庭,加速无线网络之建置时有必要。 然而偏选地区因人口稀少,民间业者并未积极设置无线网络,造成数位学习传书的缺角,原此建请行政院责成教育部,交通部,通传会,客委会,圆明会,乔务委员会等等研议,以加速偏远学校及家庭无线网络之普及。 二,在无线网络普及之前,先利用公共电视,客台,圆明台,宏观电视台及三家无线电视台等频道,作为数位学习教育之替代平台,是否有当,提请公爵。 本院委员陈碧涵等25人提案,做入校决议涵请行政院延处,请委员会有无意,无意通过。 请王玉民委员发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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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